山陀兒颱風恐直撲南臺灣 炸出歷史等級風雨 高屏地區剉裂蛋就怕慘煙 但小港卻經見離譜水溝 水溝居然長出大樹 每個孔蓋都長滿草 算一算10棵樹刷整排 每個都有90公分高 那邊至少一年以上沒有清淤 土雞的那麼厚 你如果沒有清 下一次大水來的時候 其實水患會更嚴重 專家說這代表淤積 至少一年颱風來恐怕慘煙一片 網友狂酸都看不到水溝蓋了 都沒再清颱風來了才爆佛腳 不淹才有鬼咧 那表示說我們附了那麼多的清潔費 不去哪裡了 為什麼會沒有清理到樹 可以長到這麼高 對 底下有土它才會長上來 直到被罵翻環保局才趕緊清除 把樹通通拔掉 上回開密颱風高雄三民去大樓 淹到離譜堵都堵不住 地下室直接滅頂 就怕泡水車噩夢重演 我家一樓這裡怎麼辦 這位出人命的對不對 有禮物嗎 管他的 管他車都淹了 管他 市區居民超厭世 颱風一來就擔心淹水 可以拿大飯的房間嗎 高雄山區 六十八條土石流 黃色警戒 桃園那馬下茂林區 預防性撤離上千人 恆春暴雨不停 水灌進民宅 八戶人家慘煙 疑似附近排水空堵塞釀貨 現在這個已經退你多累 早上你是看不到國有的 現在你都要做 本身都還累 颱風前夕 國道三號鄰邊高架橋 也開放民眾停車 水溝掌滿大樹意外爆出 好幾年沒清淤 山陀兒要是從高坪池鋪 因此在淹大水 苦得又是老百姓 記者綜合報導